最危险的地方都有中天记者 全球大趋势第一首现场报道 尽在中天新闻 台湾最靠近世界的电视台 中天新闻 不过就在大家都在为林书豪开心的时候 在今天去传来这个消息 曾经六度夺下葛莱美奖的美国歌星 威尼休斯顿经传在美国时间2月11号 被人发现在比佛利山庄的西尔顿饭店里头 没有呼吸心跳 下午3点55分宣布死亡 享年48岁 加州比佛利山庄五星级饭店外 警车灯闪个不停 美国流行乐巨星威尼休斯顿 被人发现在住宿的四楼房间时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一代歌后就这样撒手归去 享年48岁 消息来得太突然 歌迷都不可思议 曾经是80 90年代 美国流行乐不可一世的天后 威尼休斯顿促世的前一天 还出席了葛莱美前夕的庆祝会 上台现场 虽然声音已经不像从前的浑厚高亢 但当时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 但威尼也被拍到从夜店走出时 似乎是玩得太嗨 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血痕 小腿上还有多处干掉的血字 上个周末 威尼传出可能接手选秀节目的评审 还被八卦媒体在餐厅外赌到 知其他跟分分合合的男友 Ray Jay一起共进晚餐 最近参与演出的电影 Sparkle也才刚刚杀青 没想到却惊传死讯 让所有听过爱过他天类歌声的粉丝 万分不舍 周天新闻卢玉涵 纵合不倒